书画家张慧美老师为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硕士 曾多次获得宜兰美展的入选 日本亚细亚交流展三水类特优 日本全日展特选以及免审查会员赏 创作已经有20年时间 不断地在莫彩创作上努力耕耘 并且寻求自我的突破 以其更上一层楼 而这一次特别在宜兰人故事馆举办师生连展 作品丰富精彩 展现了宜兰社大、罗东社大 张慧美末彩研究班同学 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其实主要是以山水为主 大部分的以山跟水 尤其着重在水的方面 当然同学也有不同的创作 同学想要画什么 我就让他们自由发挥 这一幅是我画的 南洋新世界银白恰似雪 微风轻百动 秋光好时节 就秋天的时候 我们南洋溪的那个田羹之草 哇布满了那个南洋溪的那个溪床 很美 其实早在以前 我还没到宜兰来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景色非常的欣赏 但是那时候说真的我不知道这叫天羹之草 宜兰美术学会在宜兰这边对文化的 艺术文化的深耕也是蛮着力的 像在东山图书馆的展览也都是我们的策划 那宜兰人故事馆这一边如果有需要我们学会协助的话 我们绝对是全力以赴 因为这样一个良好的空间 给这一些在做艺术创作的老师们 有一个很好的动力 因为有展览就有动力 张惠美末彩师生展作品风格多元丰富 市长邀请大家能够踊跃来前往欣赏画展 除了可以舒缓疫情期间的紧绷情绪 也可以让美感教育成为生活的日常 提升生活艺术涵养 展期一直到9月28号 欢迎市民朋友前往来观展 看到这么好的作品 能够在宜兰人故事馆来展出 也配合现在防疫的降级 大家可以来这边欣赏这么好的作品 提升生活美学之外 在艺术的涵养上面 大家可以多多共同来推广 像是防疫新生活 后疫情时代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 在身心的调养上面能够更好 如果能够透过书画 来调养这个身心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模式 宜兰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道